接下來跟大家介紹的是WD-150第四代 搖臂 滑軌 還有這個滑輪 那它基本上具備的功能有 可以在平坦的地面 進行拍攝 那麼假設你這個桌子是夠長的 你又想拍那個騰空的畫面 你只要將適當的位置擺好 你可以拍出騰空的畫面來 那也可以拍出圓弧的角度 可以拍出圓弧的角度 它不會單一走直線 這是利用平坦的地方的特性 譬如說大飯店 中正紀念堂 國父紀念館 還有機場 地面夠平坦的情況之下 你都可以牽著你的相機 一路暢行無阻 可以拍出很平穩的畫面來 那再來就是它的軌道 它的軌道 它的軌道可以利用坡度自走 再來它的crane 那我們先要把它 我們先介紹它的這個 軌道如何變成crane 然後在腳架上運作 我們再介紹這一塊 首先呢 我們先把相機取下來 再把快拆做取下來 這個快拆有個特性 這個快拆有個特性 它跟我們的這個軌道呢 是用同一組快拆 是用同一組快拆 那麼我們剛剛所設定的是在腳架上的作業 那麼我們要如何在一分鐘以內 很快的讓它變成軌道作業 很快的三四秒內讓它變成crane作業 這就必須要利用這些快拆系統的配置 來完成 好 直接先讓它上到我們的 這個七七腳架上 1米88 很高的很高的 好 上上去之後呢 把它lock住 這裡有個lock鈕 lock住 好 先試試看它的油壓高度 它的行程喔 從這個 兜力的大概八九公分的高 我們講設十公分高 加上一百八十八的高度 等於一百九十八我們就講兩米 腳架的高度就已經兩米了 腳架高度兩米了 那這支咬幣總長是 一米五十公分 一百五十公分 一百五十公分 以這個錢幣來算的話 大約是一百二左右 也就是說你如果理想的高度 要讓它到最高的程度 一百二加兩米 也就是三米的位置 你可以從這樣的高度 一路clang up 一直搖上去的話 大概是三米 可以到三米 那大家會講一件事情 你這個相機怎麼架 如何能夠取得這個 這個叫做平衡 接下來跟大家 它教的是如何 加crime的這個水平的這個角度 的控制器 水平的角度控制器 這本身它都會附一個這個東西 這是水平角度控制器 有兩三種裝法 我們一個一個來介紹 首先呢 先裝置的是這個東西 叫做油壓雲台 二維的油壓雲台 二維的油壓雲台 現在 一樣齁 可以很快速地把它 啪啪啪 很快地就上上去了 好 lock住 這個給它展高 展高有一個用意 這個東西當你的天花板或者一些狀況 你突然間鬆手的時候 它會頂上天花板 它會頂上天花板 變成一個支撐 就不會去把人家的東西撞傷 在向上有這個設計 這個目的 如果下面很重的話 這樣子也可以固定一下 這樣子固定的情況之下 你就可以在這邊進行運鏡跟拍攝 可以在高角度同時進行運鏡跟拍攝的作業 這是一項技巧 接著我們角度調整器 這個角度調整器 它可以很快的時間 讓你的相機變成這樣 待會就可以大家知道它的奧妙 這個設計是已經取得專利了 這個角度調整器這個部分已經取得專利了 它可以利用很小的體積 讓你拍仰角浮角低角高角 任何角度都可以拍攝 都可以讓你的設備 呈現在一個角度上面 高低的角度上拍攝 我們把它靠上去 現在我們要示範的是crane 所以架在這裡 crane的方向它有個特色 這樣大家就有基本概念 crane的方向是這邊下面有個塊柴柱 大家看喔 有沒有看到它的角度 會維持在一個水平的狀態 那因為現在比較輕 所以它的那個反應的速度沒有那樣快 沒有那樣快 沒有那樣快 那接著咧 我們把剛剛相機本身下面的這個快拆板 大家還記得 剛剛我們已經上過一個快拆板了 記得保持這個動作 先頂在你的肩這邊 基本上它是安全的 因為這個夠重 那我們因為我們強調的是單兵作戰系統 要一個人優雅的完成它 好 把原本的快拆拿下來 來跟大家看喔 很快的就銜接過來了 因為我這個要示範給大家看 所以操作的比較慢 平常我自己在旅行拍攝的時候 一下就搞定了 一下就搞定 大家看喔 現在角度 角度是向下的 這根是可以取下來的 因為它會造成干擾 它會造成干擾 如果說你懶得取下來 還有另外一個方式 就是把它的方向改變 讓它在後面 讓這根偏幹在後面 偏幹在後面 那你的鏡頭就顛倒了 沒有關係 只要快拆卸下來就可以了 快拆卸下來轉個方向就搞定了 好 這是很活的東西 那這一套角度控制器呢 有好幾款 那我們現在這一款是比較 比較適合大家用的 它是正拍架 它可以讓你產生正拍 好 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它的變化 來 它的角度呢 有點下 下 大家看側面 它角度有點向下 角度有點向下 角度有點向下 又比剛剛又好很多 因為它有加租了重量之後 它可以拍出的畫面又更精彩了 好 那我們要角度向上 角度向上很簡單 這個鬆開 角度控制器的這個 角度控制鈕鬆開 往上這麼輕輕一提 它就確定好角度 你就可以進行拍攝了 確定好角度 你就可以進行拍攝了 這通常在拍樹 我們從樹的這個根部 底部 從樹的底部 一路拍拍拍拍它的樹幹 這拍櫻花的時候非常好看 好 往上搖 搖到你要的高度位置 好 搖到你要的高度位置 那另外一個方式呢 譬如說我們在拍那個 餐廳吃飯的時候 餐廳吃飯的時候 通常我們的角度都是在 平視角的角度在拍 東西比較沒有那麼強大的張力 也沒有那麼好看 這個時候我們假設 我們用扶腳的方式來拍 應該是這個鳥看的景 鳥看景 由高往低處拍 鳥看景 好 好 那這是 我們假設前面這裡是一個 一個圓桌 上面都是菜窯 我們可以利用這樣的角度來 進行拍攝 好 初步都校正好之後 初步都校正好之後 我們就恢復它一個正常的 一個水平狀態 恢復它一個正常的水平狀態 好 第四泰搖臂的特色就在這邊 好 這個時候放下來 我們要開始進行配重作業 配重作業 好